炎炎夏日来晚香农黑糖冰消暑 妈妈坐月子喝杯苹果黑糖茶 刺激铁质吸收兼修复皮肤 黑糖被民众视为养生圣品 现在有杂志抽检全台 量饭店连锁超市专卖店 以及农夫市集所贩售的19项黑糖商品 结果竟然发现通通都含有致癌物质 丙息息安 它是一个经由基因突变产生的致癌 所以可以从动物实验里面看到说 很多的器官都是会有癌组织产生的 丙息息安含量最高的是手工高山黑糖 19件抽验黑糖中共有7件超过1000ppb 其余在30到920ppb之间 民店江医师的鱼铺子也上榜 拿甘蔗榨汁过滤渣渣污泥 加热熬煮直到变浓稠 甘蔗汁中含有天门东西安和丹糖 加上高温加热产生丙息息安 而且65度就会开始出现 加热到85度含量变得显著 超过120度 丙息息安大幅加速上升 含量破表 在这次抽检当中 也发现黑糖确实含有较多的矿物质 不过以纯黑糖来算 一次吃25克也才补到68毫克左右的钙 喝两口牛奶就能获得 营养师建议想补充矿物质的民众 不如多吃生色蔬菜板豆腐 还有小鱼肝 不止黑糖含有致来物 毒物专家严宗海也说 炸薯条洋芋片等高温制成的淀粉食品 也有丙息息安 不论是黑糖还是薯条 也不是完全不能吃 而是最好少吃 并和其他替代品交替食用 才能分散健康风险 东山新闻王红年廖静 在台北报导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